股价走势不佳的A2奶粉值得购买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那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五 那近期呢 确实有不断小伙伴前来询问对于A2奶粉的观点看法 那今天呢 与大家分享交流一下 那从2015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 澳洲股市当中最大的造富神话之一 正式发生在奶粉股的身上 而这场造富运动的两大原因 在我个人看来 第一个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 另外一个则是中国在2016年全面开放二胎政策 在历经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 A2白马属性下降 展现疲惫状态 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是中国人口数量的见顶 从近年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数据来看 中国的二胎政策作用有限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背景当中 中国关系 中澳关系不佳 与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成为另外两个引发A2股价动荡的不利因素 那当白马的成长属性变弱之后 那是不是A2就不值得购买了呢 A2现在依旧是澳大利亚乳制品的龙头 它的乳制品产业链是完善的 品牌价值依旧非常的高 市场占有率不错 那这是A2的基本盘 因此在成长属性变弱之后 在接下来的时间 A2的价值属性不应该被一概抹杀 而在昨天在与国内朋友沟通交流的时候 朋友讲说中国正在考虑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而这也毫无疑问 对于A2会是利好消息 因此我的结论是成长属性从即使变弱 但价值属性仍然存在的A2 依旧值得我们进行适量酌情的配置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明了 我是GoMarketStyle 我们下期节目见